当使用者填完了表单之后 我们一般都会要把这些资料进行分析 那Google表单可以让我们把使用者回答的资料输出成为试算表 我们点选回复 按下这个绿色的按钮跟一个实质组合而成的 它的工作就是建立试算表 那它有两种建立方式 一种是建立新的一个试算表 一个是使用你现在本来就有的试算表 那我个人都比较习惯用第一个 那这个试算表它预设的档名 会是你Google表单的档名 加上回应 所以它取名就叫生活问卷回应 那一般我也不会去改这个部分 好了之后按下建立 稍等一下 它就会跳出一个Google的试算表 那这个试算表上面这一列 其实就是我们问卷当中的问题 像你看我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您平均每天工作约多少小时 你看 第一个 请问您平均每天工作约多少小时 再来 您下班常做哪些休闲活动 您下班常做哪些休闲活动 题目都会在上面 那它第一个时间戳记 是它自己产生的 这个是用来记录每一笔问卷的答案 是在什么时刻 西元几年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几秒的时候 人家传送过来的 这叫时间戳记 那我们回到我的云端硬碟上面来看看 我们就会发现 在我的Google表单旁边 就会多了一个试算表 那只要有人回应了这个表单 就会有新的记录被写进这个试算表里面 那日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下来进行分析 我们下载下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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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几分析